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哈囉,大家好 大家還記得我叫什麼嗎? 可以叫我小胖 大家好,我來自高音大的機械工程系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等一下在舉辦一個我們叫樂福貝殼大師 樂福貝殼 之所以取名叫樂福貝殼大師 他其實是習... 喔,我學了,謝謝 之所以取名樂福貝殼 他其實有蠻多層次的意義 第一個是希望藉由這樣子一個 不一樣的旅遊模式 然後讓大家去愛上 那種回到最原始的那種感覺 就是 不再有那個 燙的排放,不再有那些能量的消耗 而是用電動車的模式去旅行 那第一個是希望能夠幫助這個機械蟹 找到他們的家 一種樂福貝 讓他們回到家的那種概念 所以我們來規劃這樣子的活動 那在規劃這個活動前呢 都一定都會有一個故事 嗯,對,那 這故事的由來就是 我這個機械系的學生呢 服務正業,跑去參加了 對企劃和行銷有莫名的興趣 所以跑去參加TVSA的企劃總值培訓 那下面這邊是我的團隊 那TVSA這個培訓呢 它是讓這些學生們 組成一個team 然後去跟一些在外面的業主 合作 去完成一個活動 完成一個行銷案 那我們這次的合作對象 就是規劃520 它是一個在綠島經營電動車的公司 那這個是我們的業主 就是它叫ZZ 那它是一個汽車 然後劃下一個很大的固定 那這台機車它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剛才講到就是 綠島的機車大部分都是從 台灣這邊淘汰掉 然後再運到綠島去 再回饋給台灣來的消費者 所以它就會知道說 其實那邊的車子 狀況會有很多 加上你們知道 小遊球啊,綠島啊,豐湖 他們的那種交通不會去太廣製 不大安全帽也不太會怎麼樣 那當然你也可以知道 就是他們的機車排放的廢煙 也不太會去要求 所以他們的車子呢 不只烏賊車很多 甚至連噴那個油漬 那我把它簡稱為噴沒 因為烏賊嘛 烏賊會噴沒 又會噴一個黑煙 所以呢 我們業主就開始想說 可不可以引進那時候 在那時候是電動車很發達的時候 他想說引進電動車 去改變當地的生態風景 那一步一步的做後 卻又發現了第一個問題 就是 他看到了很多寄居蟹他沒有加 那寄居蟹為什麼會沒加呢 在場的人也可能跟我一樣 到海邊都喜歡 帶一點點紀念品回家 有嗎 好,等一下聽聽 那可能是我個人的小屁條 就是我去海邊玩的時候 我都會喜歡裝一些那種海鯊 或是帶一兩顆那種花蓮的石頭回家 那時候小屁孩不懂事 可是 就到我長大後 我看到我朋友 他們去海邊還會撿石貝殼 那這時候我在想說 貝殼應該不會怎麼樣 直到我接了這個活動後 我才發現 哇,原來我們撿了貝殼後 會害了這些寄居蟹 失去他們原本該住的地方 那他們沒有地方住的話呢 那他們要找什麼呢 就只能去找從台灣 或是從本地人丟棄的那種塑膠籠蓋 或是那種很漂亮的蓋子 不然又是這種 那個喝到 喝完的威士忌啊 或是那種酒瓶 那你可能會想說 可是他住這樣子很漂亮啊 你原本背著還屌啊 其實你要知道 今天原本有一個20瓶的民宅 裡面可以放電視、冰箱、沙發 結果今天政府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現在有一瓶那個 很漂亮很漂亮的地堡 一瓶而已喔 我要跟你放20瓶的民宅 然後你不准拒絕 就直接把它沒收掉了 那你就只能出這樣子 一瓶子 你可能連你的腳都 沒辦法縮進屋子裡 只能睡在外面 睡在門口 那你會很爽嗎 當然你一定會不爽 所以其實 可是技術界他沒辦法反抗 他只能任由你 而且穿這樣子的 軟軟蓋啊 我們早上一踩下去 啪雞還是死 對 所以 鋼蒂爾 鋼蒂爾他們開始 就是有些團隊幾度主 來開始去募集貝殼 然後在這些貝殼上面做一些記號 是為了要方便 因為那些原本來的人 是一些生態研究者 那他們會在上面做記號 以方便他們未來去做調查 然後他們把募集貝殼 還給大海 還給這些寄居線 那 藉由這樣 這兩個的原油 我們策劃了 我們規劃了這樣子一個 我們要募集貝殼大師 募集貝殼 那我們報名時間是在4月7號到4月19號 現在已經4月12 所以那個時間其實是有給人趕的 那在場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 跟我連 看 就是連到我們的FB去講 去報名 我們增添表演 只要是在場的人都 應該都滿18歲 就是只要是18歲 都可以來參加 然後 我們的競賽 等一下會跟你們介紹競賽方法 那我們競賽的講述就是說 你只要獲得競賽 我們就找到你去綠島 免費2天1夜的 那我們競賽 我們的出場的時間 就是到綠島的時間 總共分為4個題字 第一批次是7月的5、6 7月的5號、6號 第二批次是7月的12、13 第三批次是7月的19、20 第四批次是7月的26、27 都是 禮拜六日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 我們的活動就是 我們會規劃一些 像是 闖光活動 然後讓你們去發現 遇到歷史 以及人文留下來的一些保障 然後以及有一個 嘉年滑綁會 然後 當然也覺得少不了的是 浮潛、溫泉這些 行程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我們的 合作部分 就是 這是Loving Hub 它是一個做好事 然後 可以上傳到它的APP裡面 然後大家就可以在這個APP裡面 去幫你加油打氣 那再來是 一手大學修憲管理系 就是我之前有講到的是 當地有些 那種 研究學者在裡面做的 那再來是Seventeen Support 它們就是一個 你把你的idea都上去 那大家可以 可以 可以募集到一些 跟你有相同點子 或是 可以給你一些idea的人 然後再來是謝謝助力 他們是三個交大的女大學生 去創立一個平台幫助 像桃園、屏東、綠島 還有台東 這些地方去募集貝殼 然後 愛樂果他們是在去 創達公平貿易 像大家知道的 巧克力、咖啡豆 還有台灣最好的農業 以及 平旅遊 他們在做的是一種 文化導覽 像是你到紅毛城 他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紅毛城有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用很有趣的方式 告訴你 這邊發生了哪些 那就是接下來是QA 我原本有先準備兩個問題 那我想說先 跳個頁面給大家 去 可以掃就是我們的 我們粉絲的QR Code 大家可以直接掃 然後 我的聯絡方式就是 Fvisa 造型 那如果找不到我 沒關係 你可以打THOR7855 然後 小老鼠 Yahoo打PAM打TW 或是 你可以用0932 399 578 打給我 對 那我的 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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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邊 有 約婚中華QA室 見到 然後 大家有沒有問題要來 對 我幫你再 我自己再幫我 幫我跳 我們現在的方法是只要你拿起一張紙 寫上你想舉辦的工藝活動 像我一直很敢組成一個教學團 不只綠島去一些天下 去協助他們當地 搭進教學上面的落差 然後把你的工藝活動 再加上100次的自我介紹 傳送到FLY791214小號50Gmail.com給我 然後再到我們粉絲頁用Google表達去填寫 之後4月21號會統一上傳到我們的粉絲頁 然後這時候大家又可以來用力的分享 請你朋友幫你點贊 我們最多贊的那個人就可以獲得這樣子的 最後贊的16位就可以獲得免費去綠島的資格 這邊好 問你啊 那16位可以去床關嗎 那16位就是有免費 然後可以參加我們規劃的行程 免費參加 我可以問一下 但是你寫下一頁的無論如何 想做是阿弗羅人一定要執行 還是寫爽 你可以寫搜尋 你可以寫得很勸 但是其實你都沒有辦法去 嗯 這邊我們是沒有限定說 你要寫什麼 甚至沒有要求你一定要執行 我們只是希望募集更多人去發想說 他想做公益 這個ID了 對 阿弘來有問題 為什麼會有想要用貝殼的構想? 貝殼的構想嗎? 其實就是在於說在綠島 你可以看到很多螃蟹會直接在大螃蟹上 所以就是這樣然後就來做這個 你講做原因就是這樣嗎? 不能說就是這樣 應該說它是發想的原因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幫寄居蟹找家 寄居蟹它們沒有就是你有看過瓶蓋寄居蟹嗎? 剛剛講過 對 所以就是這樣嗎? 對 那還有 對於他們的樂福配合其中 有興趣的樂福 然後會後呢都可以再工作 我剛講一下就是像 我自己 這次我自己舉出來放力 像我自己舉辦過補一哈 然後 然後我真的是我想說 我覺得比較膚熟一點就是 補一百的老人過馬路 然後 這是我現在很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出Tim去 變相當老師 對 然後一樣 我知道這畫面就是大家可以來掃一下 我就是如果對於那個 小胖他的這個活動啊 支持的也認同的 那都歡迎可以 會後這邊跟小胖進一步交流 好 那我們再次講 但是謝謝你都在這裡 我問一下你剛剛那個活動跟貝殼 有什麼關係 你剛剛那個活動嗎 對啊 下面有幾道貝殼 喔不好意思 就是他的活動的裡面會有一個 有一個 一個節 一個活動內容是 會帶大家到海邊 然後去野放貝殼 然後順便去做生態導覽 告訴大家說 綠島現在的一些生態 像是他當地的梅花路 原生種的蜥蜴 對 因為他們那邊現在有很多外來種在搶 原生種的蜥蜴的住 住的地方 然後就是我們會請那個 合作火幫忙 去幫大家挑戰 然後也不會讓大家去 實際的去野放貝殼 幫繼續去晃之阿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再次謝謝 我們小胖 掌聲謝謝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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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